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刘长明 今年六十四岁 担棒棒也有十七年了 以前我们最早有几十个棒棒 最后拿到最后只有三个 三个城市只有我一个了 以前的话每天要做十几个 那时候最多的还是有五个钱来块钱 就是说一副好切的时候 到晚上的七点 就是说开始干 到明天早上七点钟 基本上都要一个钱把块钱 现在就是那一百多一两本了 多一点点就这样做 就差不多了 我再试一下 可以啊 但是你要注意到 我的城把腰都留回了 像这种重量算轻盖一点 轻盖 轻盖 我说又挣那些钱人又多 对于说回想都感谢都觉得很有兴趣 又挣很多钱 因为现在能够的话 为了不是有固定的 我带载的话叫我挑棒棒 我都不愿意挑了 只有重新才有棒棒 重新出完面的三层 它那个爬上一坡下一坡的 一样 稍微小区大一点的 它都有方法 就像以前的话 一般人都要挑东西在 像他们那些城堡 买了菜有些的时候 含棒棒跟他挑了 提到家里面去 现在都不行 我们这里有的像是 他们一个固定的 那些的话 有时一天 还钱都挣不起 像一般 一点少后那些 都快递公司都弄去做 像我们的话 只有像跟他们 搬那些位置啊 搬进搬厨啊 这些大件东西 他们 他们不住的也就是说 这些大件东西 李勒子现在在外面 云南那边上班去了 李勒子在那个 广州那边上班 他的工资要客观点 他年轻呢 基本上是六十万嘛 李勒子的话 他是大概是一个月 一万多块钱 但是他们一般 都不跟我们说真话 往多了说还是往少了说呢 他们啊 我估计他们一般都是 可能在往少的说 生活已经很好了 为什么还有 父亲为什么还要出去 这个他就说了 这是我自己愿意要干 你想生病那些的话 现在基本上医院的费用也高 你靠女儿来给的话 哎呀 他负担也重 还是尽量给他们尽量少 健身有点好一点 喂 喂 你忙了吗 喂 这站没有拿车车来 还装不完咯 哎呀 来 你家做快点 不是他狗子都 所以我们一般在这里 很多人都不宁静 我们其实除以好心跟他讲 他还认为我们要整他 我整理其他作用嘛 我一个是我又不认识了 又是无缘不愁的 但是还是有瘦人瞧不起 帮忙是最底级的嘛 但是我个人觉得干这个活光 为啥子 我挣这个钱 我不是去偷抢啊 啥子那些 我是真的就是挺苦的 挣的 把我一天挣一千也好 挣五百也好 是我给自己辛苦得来的 臭得很 您的一天忙完了 最期待的就是干啥呀 就回家了 回家休息 回家休息 看一看电视睡觉 看一看电视睡觉 这家人最后一趟了应该 最后一趟没有了 今天都算完了 算完了 明天再开始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